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葉華和太太寶珠 本來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家庭 因為公司旗下有間股票行 和同事熟悉了 去買股票 我記得第一星期 我賺了五萬元 我當時打工 我記得是一個月六千元 但我現在一個禮拜 五萬元 心想一個月頭 有四個禮拜 豈不是二萬 不夠三個月 我反而輸了三十萬 他很聰明 找到我的牧師去牧師家 忽然間說欠人周親債 嚇到我一跳 因為我們平時餐飲餐食 我簡直是出面 找一些教友借錢給他還錢 再去了解 原來病態賬人 你幫助他借錢 moving 如果要還錢的話 你幫他蓋錢 蓋數下去 其實你是害他 你不是在幫他 做很多份終點清潔 又去跟校巴 幫一下他的同學補習 所以我做很多份工作 來維持加計 都做到很辛苦 一段時間 當那些數差不多還完的時候 我又爆了第二次 我記得是拿了十四張信用卡 借了六間財務 加起來是五十萬 當時他曾經搬過出去住 讓他日夜工作 不用騷擾我們 但也有銀行不斷打電話來 當時我女兒是很害怕的 抱著我震 震了媽媽怎麼辦 最慘的女兒是五年級的時候 剛才我有一個很好的姊妹 她先生是做教授 我女兒說 為何那對夫婦不是她父母 為何神要把她放在家裡 我最記得 知道黃竹坑有教會 以為她改 再給她重新回家 可惜她竟然瞞著太太 再繼續賭錢 沒有多久 她又再爆出來 大耳洞 每次她都說 跳樓來威脅我們 那次忍無可忍 那次 推她出去 我姊妹夫 這樣來 跟我換門鎖 半夜三間 忽然間 她有個的士 那些豬瓶狗打來 說嫂子 快點走 今晚大耳洞 說要上來 你們那裏 這樣就收拾出世子 整袋 衣服都不收拾 這樣就走了 寶珠和小孩子 在惶恐中度日 而葉華被妻兒離棄之後 亦過著落磨孤單的日子 我這個牧師 真的支持她不住 但我想都很感謝神 因為寶珠 他真的捉得神很緊 就捉著小孩子一起祈禱 他亦不想小孩子 對爸爸有一種憎恨的心 就在門口吵叫她 但是聽到我叫她 她說如果你是這樣騷擾我 她的哥哥和姐姐 就寧願給她一些錢 搬去一個地方 我找不到她 我聽了這句說話之後 唯有死心 我之後就來了修盾球場 睡了兩晚 我就想回以前 董牧師跟我說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個病態的賭徒 你就不能夠靠你自己去改過 當我想到這裡的時候 正正刺到我的死穴 因為我第一、二次 都是靠我自己去賺錢 去還債給別人 但是為何一個賭魔沒有離開我呢 我雙腳一軟 就跪在那個看台之下 就跪在地上那裡 就跟神說 神啊 求你如恕我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罪人 我記得我從那晚開始之後 我每天都會讀聖經 聖經裡面所教導我的東西 我就照著聖經去做 完全就沒有了賭人 後來就很感謝董牧師 能夠帶到我 上去工業福音團體 一個戒賭組 去治療 戒賭 葉華積極地戒賭 亦嘗試讓兒子吃飯 這頓飯我肯給錢 但是沒有人肯給我吃飯 你有錢都買不回那個 那個親人的感情 那晚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間 我可以哭到整張皮都濕了 我就祈禱 我求神 給我一個家 我的前妻真的打電話給我 寶珠看到葉華徹底的戒賭 重新做人 也漸漸得到子女的接納 寶珠終於願意 再次下架給葉華 有個姊妹找到一個地方 原來有免費晚餐 原來那個就是閨主協會 讓我們有時間 在那裡擺十二位 當你如果把你的賭人 解除的時候 你是可以再重新做人 這個就是 又是我以前的太太 又是我現在的太太 我想也是張海 一生一世的太太 這個是我們的全家福 很感謝他們都能夠 諒解我這個 以前不肖的爸爸 還給我勇氣 面對挑戰 人變太美麗 無什麼可出題 URN 私